歡迎大家收看喬林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林日誌 今天喬林日誌 帶大家來新加坡的Boogies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這一個地方 是駛馬路的觀音廟 然後現在呢 因為白路的期間 所以進去有人數的管制 所以一字只能進去五十個人 然後這邊大概開到六點到六點半之間 所以大家要把後機會來這邊慘拜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我跟朋友一起來 然後我們今天就想說 OK年底了 然後想說要快過年了 然後一個祈求一個平安的一個概念 然後現在是Long Queue Long Queue 我們現在是排到一個彎的鏡頭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給大家看 這邊是從這裡排排排排排排 然後現在到前面轉彎 現在到這裡排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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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我 這邊快到幾點 幾點就不能進去了 謝謝 謝謝 喔你今天第一次很好 這個是廟宇給我們的香 清香有三隻 因為進去 我們現在快進去了 等一下進去就不能拍了 現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待會再跟大家說 好我們現在回到家了 這個是跟四馬路觀音廟求的一個平安符 然後求完回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家找這種像是紅包袋 因為過年期間紅包袋很多嘛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就是家裡的紅包袋裡面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把它放進去 對 然後把它關起來 然後這樣子你就可以放在 你的隨身的包包裡面 這樣祈求你的平安 四馬路的觀音廟主神呢 是十八首觀音 那之所以靈驗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四馬路觀音廟是唯一沒有被日軍炸彈中彈的地方 所以呢很神奇的保留了下來 那四馬路觀音呢 到現在還是一個很香火鼎盛的廟宇 那只有在2019年冠狀病毒期間呢 關閉了四個多月左右 然後現在可以進去參拜了 只是參拜的時候呢 要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現在呢 所有抽籤相關項目也都取消 好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 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